以哈冲突还没有办法 有进一步的停战消息 最新纳塔亚 纳汤亚胡所要面临 以色列的国际上的局势 当然是越来越严峻 哥伦比亚总统已经公开的表示 要跟以色列断交 听听他的谈话 就在哥伦比亚的断交行动 以色列立刻就回击 轰说对方 以色列外长出面卡兹来说 这个是反犹太 而且充满仇恨 认为匪酌的立场相当于奖励 哈马斯 目前已经跟以色列断交的 有贝里斯 南非 波利维亚 以及跟以色列断交 但土耳其的部分 则是站出来说 要跟以色列停止贸易 要求让人道援助 能够进入加萨 而且执行的这个新措施里面 包括各种的 对于贸易上的阻止 还有希望能够让人道援助物资 进到加萨走廊 但布林肯到了以色列去 纳内亚胡已经公开 当然他的面就说 我没有接受停战的可能 他还是要继续攻击拉法 所以怎么办呢 哈马斯表达 无论如何以色列要进行拉法 哈马斯说 如果以色列进攻拉法的话 会怎么样 哈马斯停止目前跟以色列的 所有间接谈判 所以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或人质交换的可能性 也就归零了 而伊朗在隔壁 虽然说已经暂时把这个 跟以色列的冲突似乎降温 但他没有忘记要秀强大的军力 伊朗军队接受CNN的访问的时候 特别表达 4月中他们攻击以色列使用的武器 列出来给大家看 有自杀无人机 有导弹 那根据美国国防部报告 伊朗的导弹力量 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 而甚至伊朗自主研发的 多型弹道飞弹射程 都可以达到以色列领土 那同时在美国的部分 舆论意见也是越远越烈 全美的校园示威爆发冲突 伊朗教授拍手叫好 他说如果向美国宣战 一定会获得支持 意思是说 越来越多的 这个不同的意见发生的时候 认为这些大学生 就是我们自己人 一旦美国跟伊朗发生冲突 这些人将会上街支持伊朗 显然在这两极化的冲突里头 伊朗也要宣布 制裁英美的高官 法新社报导 伊朗二号的时候 就宣布对一些美国 英国公民实施实体的制裁 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些人实体支持 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发动的战争 实体是指什么 金钱吗 还是言论吗 不知道他的实体是什么 但是拜登的中东政策 会不会变 媒体问他 他说不会 听听这段谈话 他说不容易 对于美国公民实施实体 是 这段谈的是说对于学生的抗议 在校园如火如荼 他只保护合法的和平的暴力的抗议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学生 只有手无针铁坐在地上抗议 静坐不是吗 但警方还是进到了LA清扫艇 巴勒斯坦的学生 我们看到的是震暴头盔 防毒面具 甚至手榴弹闪光弹 示威者就说警方还朝他们发射 塑胶子弹通通被手铐 靠起来抓走了不是吗 目前挺巴士维已经超过2000个学生被捕 桑德斯表示反战的学生可能是拜登的越南 也就是说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美国议员桑德斯说 这些比较起来跟20世纪60年代末 占生总统那个时候发生的美国学生抗议 当然形容是越战 也许越战当年我们讨论的时候 有自己学生参战 但如果万一有个意外发生的话 随便一个意外可能会变成拜登的越南 这场选战对拜登的结果就要提前结束了吗 那过去曾经骂反越战的学生学运者是混蛋 这是纽约时报把过去拜登的言论拿出来做比较 那这是两个大政治危机 也就是说民主党内的左派可能会离他越来越远 加上这次选举支持他的年轻人 是他争取连任的关键选民 那或者是可能共和党的人拿来说嘴的是 没有办法像川普那样控制混乱 那么中间选民就会跑掉吗 亮哥当我们看到以哈冲突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处境 无论如何他对美国是没有在客气 就是我还是要继续攻击的 对美国最近有两个动作 让人家觉得他毫无标准 第一个就是本来扬言对约旦和西岸部分人 被这个人权侵害 他要对以色列一个团体做制裁 那后来以色列回呛他就说他不制裁了 那第二个是国际刑事法院 要对纳坦雅胡还有以色列国防部长 等三个人要发国际逮捕令 那美国扬言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所以坦白讲布林肯去中东 已经第七次了毫无作用 所以拜登事实上是引发的是 第一个是民主党内部的分裂 就是事实上现在跟70年代不能比 现在民主党是因为随着网络的发达 他的多元性 他的激进程度 可能是超过当年 因为他的民主党本来就团体非常复杂 多族裔 而且鲍勒斯坦的议员也都是民主党的 还有阿拉伯裔 所以第一个就是拜登就第一个伤道 他这个民主党内部大分裂 那第二个就是川普站在旁边笑你 说你这个无能的家伙 搞了半天越搞越大 那也没有办法搞定那个加沙战争 那川普明明就比拜登还要反巴勒斯坦 支持以色列 可是川普一定会去说 这个如果我来处理一个月就搞定了 之类的 反正又不是他来做 真的 就是这样 乌克兰也是 所以这两个战争事实上对拜登来讲都很伤 因为拖太久了 那乌克兰当然是拖到的是美国的财政 然后俄罗斯你想要把他 把他那个让他陷入困境好像也没有 所以这个当然会让共和党很好做文章 就可以来究责 而且你如果到最后乌克兰 证明又是处于那个落于下风那一方 甚至还在你选前投降 那就是第二个阿富汗 所以我坦白说 这个拜登也是一个奇葩总统 搞乌克兰然后搞袈裟 搞到自己民调越来越低 现在满意度只剩下38.7% 这是70年来最低的总统 美国总统的满意度 事实上低于45 就有可能落选 因为他摇摆州就是非常接近 那你现在到了38.7% 而且你的本来的核心的支持者 比如说左翼的学生 现在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生气 他们就不投票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拜登在干嘛 赶快解决也解决不了 他就一直耗着这样 的确 崔老师我们来看看伊朗的角色 伊朗上一次差点要跟以色列直接冲突 虽然已经发射了攻击的各种武器 到以色列本土 没有实际的造成太大的伤害 现在变成他受访的时候 秀军力的一个成绩单吗 我想这个也是为了他内部需要 他总是要展现给他的国人 看说他有能力抵抗美国 因为毕竟伊朗国内也有不少的声音 是反对他政府的一些过度严格的宗教控制 这种人民的生活方面这些管制 但是我觉得他也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本身是分裂的 他的行动其实就是看准了美国本身 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有效的回应 包括没有办法有效的回应 没有办法有效节制以色列的行动 以及美国国内对于拜登政府 任何的行动都可能会产生 相当大的后座力 不管拜登是行动或者不行动 这个才是伊朗出手的一个 很重要的背景 当然我特别想要讲就是说 其实最近美国大学校园这些行动 我觉得看了以后 当然也让我们一方面看到 美国的大学真的是还蛮大的一个企业 不只是大学而且是企业 因为其实他们有很多有投资 在军火工业 有一些投资是投向了以色列 所以他们现在大学生视为是针对这些事情 包括说大学跟以色列研究机构 大学的合作 以及大学投资军火工业 以及跟以色列相关的企业 所以这个当然现在就变成说 它是一个有交锋的一个抗议活动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抗议活动 之所以会延烧下去 导致拜登左右为难 是因为它已经往极化的方向去发展 今天这个最新的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 它在讲什么 它在讲说美国大学校园这些行动 不是只针对 不是只是一个学生自发性的行动 它引用了一个网站叫做 Crimes Inc 那这个网站它说有交接大学生说 到底该怎么去组织行动 到底该不该搭帐篷 该怎么样发动攻击 它说所以说这是一个所谓左翼人士 所谓反政府组织 反政府运动 就是无政府运动 或者反法西斯的这些运动分子 他想要整个摧毁美国这些大学 或者是整个既有的这些规范 所以你看它的指控其实是蛮严厉的 因为华尔街日报是比较是 偏向共和党的这一派的声音 但当然就让我们想起来 就是之前纽约邮报公布说 学生运动背后有索罗斯的资金 也同样就是说把它指向一个 是左右的两大力量的对抗 是认为说有一群人 他是一个极端分子 想要摧毁美国的既有的社会秩序 我认为这种阴谋论再继续发展下去 这种极化的趋势会让拜登政府左右为难 最后真的他就会赔上他的选举 原因就在于说他是行动也不是 他不行动也不是 所以过去本来拜登都相对沉默 确实是真的公开的来表达这件事情 他的看法 但你看看伊朗看起来较好 也就是说美国这样的分裂对于其他国家 尤其是敌对的对方来说 是一件极其期待的事情 对 伊朗我们可以知道 他这一次的话他又做战略展示了 他在4月13号的时候 就对以色列做了报复境的打击 包含无人机 包含导弹 包含巡逸飞弹 330亿枚 包含这无人计算进去的话 现在的话又做战略展示 换句话说他是要求以色列 做限定战略不要外溢 或者对那个叙利亚的大马四格 或者是那个 在叙利亚的伊朗的圣城旅 你这个以色列不要再对他们 做群体妄动 如果群体妄动的话 现在伊朗他有报复的能力 是这个样子 把以色列做限定战略 第二个我认为伊朗他现在经过 他的这一次的 对以色列的报复之后 他现在会加速他的核武发展 他的核武的布的 那个龙缩又的提炼 已经到了 龙度已经到了84%了 距离90%只是一步之一 马上可以做出核弹 因为现在的中东情致的紧张 因为以色列他有90枚核弹 那伊朗一枚都没有 他现在可能加速来自作 可能一两个礼拜 快的话他两个礼拜就做出来了 非常的快 因为他龙度已经快达到标准 我们现在看最重要的是 以色列对南加萨这个地区 因为他屠戮带众杀了太多人 到现在为止 总共杀了34,600多人 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 现在的话 变成种族灭绝 现在所以 所以美国大学在那边 风起云涌的挺巴运动 世界国际各国 那么多的 也开始要挺巴了 现在不但是挺巴 要挺巴了 是加入联合 成为联合国的政治会员国 就变成这样子 不是美国 不是世界各国 两个都一起来了 所以美国的压力更大 现在美国大选 在11月要投票 美国现在大选的摇摆州 整个都倒向 拜登都没有了 都往川普那边跑去了 换句话说川普现在 他真是正棒 现在包含乌克兰战争 包含这个尾巴的冲突 都还没有办法搞定 对拜登来讲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他的票员可能都会大量的流失 对他来讲是极为不利的 那我们来看 最重要以色列的报复 违反比例原则 当初的时候 10月7号 赎罪日的时候 这个巴勒斯坦他只有 杀了以色列1150人 结果现在以色列以30倍 34600多人做报复 你看到没有 30倍 三倍就不得了了 何况10倍 现在30倍了 所以大家都看不过去 所以你视觉是没完没了 对 以色列的压力 应该会越来越大 是 冲突还要继续下去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